我们是日本的 是假的? 这就是日本的鲜鱼 不是日本的 而是在死的那一刻 我们正在做什么? 巴勒玛身上拿着家里的救世相机 到时候拍摄 因为她想要在离开前 拍一部电影 一部介绍 生活为何如此荒诞的电影 巴勒玛的妈妈 患有抑郁症 平时她在家里 喜欢跟女子说话 爸爸是个国会议员 看似顾家 其实心思都在工作上 连家里的两只猫 都被命名为 宪法和议会 姐姐一心想避免 像妈妈那样神经质 并且变得比爸爸更优秀 追求完美 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家里经常会出现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巴勒玛坐在一旁 听他们胡说八道 当他们说到 围棋是日本发明的事 他忍不住反驳 围棋是中国发明的 而且与国际象棋 必须消灭对手取胜不同 围棋最绝妙的一点 是取胜的同时 还要让对手存活下来 围棋更讲究布局 追逐繁星 不像钢中金鱼那样终结一生 是巴勒玛一直以来的想法 其实他非常聪明 房间里摆缝满了自己的画作 连日历也做成一幅壁画 距离了结自己的日子 越来越近 巴勒玛已经做好了 长眠下去的准备 每周通道一片 妈妈治疗抑郁的药物 计算好致死量 只等待生日那天的到来 而楼下还在生活中 挣扎的门卫何妮 是个肥胖丑陋的 五十四岁寡妇 她小心翼翼的 维持着门卫粗俗的形象 在密室之中 又就是一个 丰富姓名的内心 新搬来的日本房客 小金格郎 察觉到了何妮 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与巴勒玛聊起何妮 觉得她应该很喜欢 安娜卡丽尼娜 何妮就像一只刺猬 晚上树满尖刺 像一座真正的堡垒 但内心深处 其实很细腻 喜欢孤独 而且异乎寻常的优雅 隔天 何妮收到了小金格郎 送了一套 安娜卡丽尼娜 她曾写一句 感谢的话作为回礼 写到不时自看不懂时 连自己都笑了 最终还是认真写了 一张感谢的便条 刚把便条 投进小金格郎的信箱里 她就敲开了何妮的门 邀请她 第二天晚上更多晚餐 何妮已经不休蝙蝠很久了 朋友觉得 不能以平常的穿着 到别人家里做客 还给她送了一条裙子 在美发店里 何妮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 直到美发师说好了 她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何妮如约来到了 小金格郎家中 当她坐在马桶上时 似乎听见了 莫扎特的音乐 小金格郎的房子 比何妮想象的 还要精致优雅 两人想要了 一个愉快的晚餐 何妮发现了一副 京东山脉的牛画 她想起 《宗方姐妹》里的一句台词 何妮有录像带 小金格郎有录像机 两人一拍结合 约定周六一起喝下午茶 看电影 发了马尖姐姐 养在鱼缸里的鲸鱼可怜 为了一颗治疗抑郁的药片 然后把她冲进了马桶里 早上七点半时 巴洛马的姐姐 吵醒了还在睡梦中的何妮 何妮告诉她 八点才上班 取信件取一点再来 回到家 巴洛马的姐姐 不停抱怨何妮 是个老巫婆 雨缸里的鲸鱼 也被巴洛马 倒进了马桶里 作为补偿 她要求妹妹 下楼帮忙取信件 这个小小的巧合 让一老一生 有机会相识 看着站在门口的巴洛马 何妮犹豫再三 请了她进来 巴洛马更喜欢 黑巧克力在舌头上慢慢融化 何妮尝试了一下 改变巧克力的拒绝方式 就像平常新菜肴 第二次过来的时候 巴洛马带来了她的摄影机 给何妮拍了一个短片 还发现了那道 白香梦们后面的世界 那是一个 到处释出了藏身之处 何妮在小金格朗家里 看完宗芳姐妹 然而闲聊了一会儿 就互当晚安了 原本她抱着一色梦眠的期望 以为她们会发生一些故事 可是什么也没有 有养来大半辈子的老绅士 会喜欢一个又老又疯的门卫 何妮失眠了 巴洛马一直想要一个 不易被发现的藏身之术 她跟家里人说 长大之后想做门卫 所有人都以为是孩童的胡言乱语 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何妮告诉巴洛马 她以后应该当一个公主 小金格朗再次邀请何妮 共进晚餐 但何妮对他们之间 已经不抱希望了 拒绝之后 又难以自意的哭了出来 何妮醒了一张纸条 表示愿意与她共进晚餐 下午就收到了 小金格朗送来的一套衣服 洗完澡 何妮在马桶里 捞起一条小金鱼 渐渐巴洛马 倒进马桶的那一条 拽上碗里服的何妮 胖人完全认不出来 她和小金格朗 来到一家高档日料店 在这里 她听见了对方的表白 现在何妮更加理解那句话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她以为自己的不幸已经过去了 幸福正悄悄来临 第二天一早 何妮如常准备 将满口的垃圾堆去倒掉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忽然降临 人们停下步伐 出足为观 只有小金格朗 为她披上一件衣服 这一天正好是巴洛马 十二岁生日 她计划了结的那一天 看着何妮被塑料师带 滚出抬走 巴洛马忽然觉得 如果死亡 就像这样 一切戛然而止 再也看不到爱的人 再也看不到爱自己的人 这话人们说的一样是个悲剧 巴洛马拿着小金也拿了回家 命中好似有面临捉弄 重要的不是死亡 而是人们在死的那一瞬间 在住什么 莫尼在那一瞬间 已经决定去爱了 至少 她是带着美好的希望离开的 这事上最奇妙的地方在于 人往往用不被人理解 而深感孤独 我们都是孤独的思维 只有频率相同 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 或为人知的优雅 这世上一定有一个 能感受到自己的人 那人未必是恋人 也可能是任何人 就像电影中的忘年之交 尼与巴洛马 在弱大的世界中 我们会因为这份珍贵的懂得 而不再孤独 他世上 一种如此 一种 自在伤之伤的 一种特别所感觉 一种独身的